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 二 五 晚上八点 会有节目准时做一个上架的动作 希望大家都能够订阅我们投资医生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因为我们另外还会有不定时的一个节目做上架 才可以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的 记得帮我们订阅起来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我们的医生一日报 从7月1号又重新开始招收 正式开卖 当然我们A方案很快的已经168组已经额满了 不过我们还有B方案跟C方案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人 欢迎都可以踊跃的来做一个订购 这个订购的方式主要就是你可以到Cleetgo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 这是我们的一个平台 财经订阅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到这里来 不管你是输入网址 还是你到我们下方的连结 点进去 可以来到我们Cleetgo的一个平台 看到这样的一个网页 好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不管你是不是拥有过去我们所提供的这个优惠券的观众朋友 好那之前呢 一声有提醒各位 那就是呢 不管你是之前我们YT频道会员有66折的一个这个优惠券 或者说呢 你是有帮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把做了一份问卷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提供你85折的优惠券 那或者是呢 你都没有以上的一个优惠内容无妨 那我们现在呢 提供了早鸟架88折的优惠 那这个呢 都还在活动期间之内 那你之前没有使用的优惠券 我们都主动帮各位延长 从这个7月1号到7月7号 就是这个周末之前啊 你都可以来做使用 那我们优惠期间是长达半年 那早鸟架的话呢88折 那我们的优惠期呢 是提供了两周 那优惠期间呢 则是有三个月啊 因为我们一个月就是30天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优惠内容 提供给各位 那各位呢 只要到这个可力购啊 这个平台来 那原则上呢 先注册它的一个平台的会员 那这个是免费的 那注册完之后呢 你可以呢 在这里 那么呢 来选购我们的一个三个不同的 益胜一日报的方案 包括A方案 B方案西方案 好不好 那么呢都可以在官网上面呢 直接看到 那刚刚呢 这个呢 首页进来 那就是呢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那现阶段呢 如果你没有66折85折都没关系 我们也有提供 找鸟架88折的一个优惠活动 那你直接到可力购的官网 首页 那我们现在有个banner在这边 你只要点击进去 就可以直接来做一个领取 好那其次呢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那我们呢 A方案 虽然呢在昨天啊 感谢给大家的支持 已经呢 很快的就额满了 那当然我们此外 我们还有B方案 跟方案C方案B啊 那可以让大家呢 来做一个选购 那在这里呢 益胜啊 稍微呢 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方案B呢 其实呢也是拥有 我们六大单元 包括盘式分析 类股结构 总经资讯 产业快报 个股推荐 个股追踪等等 甚至呢还会有 每周至少一篇的 财经小悬堂 每月至少一篇的 产业研究报告 所以呢方案B 原则上呢也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呢 售价每月只要1399 当然我知道呢 很多投资朋友啊 本身呢 包括我的观众朋友 各位益胜方的好朋友们啊 大家都很专业啊 那很多人呢 其实对股票平常也都有 很这个深入的研究 所以呢你可能呢 希望呢 益胜可以提供你一些盘式的看法 跟一些类股的结构 那如同呢 我们在这个盘式第一排节目啊 每一次呢 最关键在前面呢 都花了大概半小时 再一小时呢 就是来跟大家呢 讲解盘式分析跟类股结构 那这个部分呢 那其实呢 在我们方案C里头 那我们就是 以提供盘式分析类股结构为主 当然我们还会外带 每周至少一篇的财经小学堂 在这里头 那当然呢 益胜的这段时间啊 也把我呢 就是一些看好的 各个题材主流族群的一个指标股啊 其实呢 也同步的有让我们的方案C的会员 你也可以看到 所以虽然呢 我们没有推荐个股啊 在方案C的一个订户里头 但是呢 我们一样有把 各类股的一个主要的 强势族群跟指标个股 那有放在里头 给大家呢 就是除了盘式啊 类股的一个结构之外 还能够呢 去看到一些呢 相关具有指标性的 跟相关强势的一个指标个股 那只是呢 我们就没有提供呢 相关的一个支撑跟这个目标价 但是呢 各位你还是可以呢 帮大家省去了不少的一个 选股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在方案C的部分 每个月只要699 只要699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也是希望大家 那么至少啦 你如果呢 有收看益胜的节目啊 几个月以上 我相信一段时间啊 我觉得呢 至少呢 我们在于对于盘式啊 那么的一个呢 大盘的方向跟类股的结构啊 我相信这个是益胜呢 可以带给各位啊 那么比较独到的一些呢 分析及见解 那也可以呢 帮助大家呢 在整个一个趋势方向 强弱结构方面呢 可以呢 帮大家呢 省去不少的时间 那给大家呢 一个操作上的方向 所以呢 我希望 如果你是我的一个 过去啊 有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啊 一段时间啊 那我希望呢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 那都可以呢 至少把我们方案息啊 这个每月699 应该很便宜啊 至少能够把这个方案息 拿在手上 那毕竟呢 我们的节目 尤其解盘节目呢 一个礼拜就一到两天 也没办法 也不是每天 那至少呢 你把方案息拿在手上 那我相信呢 对盘氏的一些看法 那至少益胜可以在每天 透过我们益胜一日报 能够呢 提供给各位 那希望呢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帮助到各位 而这样的成本 真的是非常的低 那对大家来讲 我相信 也是呢 物美价廉啊 好不好 好 那所以说呢 相关的一个订阅方式啊 那么如同刚刚所讲的 那欢迎大家呢 都可以到 可力购的一个网站 来做一个呢 选购 那相关的一个细节啊 那么在上面 那如果各位 你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其实呢 你来到这个官网的时候啊 可力购的一个网站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啊 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有这个 可力购的平台的官方LINE 其实呢 也在首页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LINE的一个呢 QR Code 你可以扫描 或点进去 那我们线上的客服呢 可以提供给大家 好 那你相关的一个问题 好 当然我们主要呢 是上班时间啦 好不好 但是呢各位呢 你加了这个官方LINE之后呢 你相关的一个问题 针对可力购的一个平台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 益胜一日报各方案 在整个订购的过程 你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好 那都欢迎大家可以提出来 那这个呢 也是我之前有提供给大家过的 这个益胜一日报 那你也可以直接呢 从这里来做一个搜寻 或直接扫这个QR Code 那来做一个加入 相关的问题呢 就可以在这边呢 来做一个询问 好不好 好那这一次呢 那我们在7月1号重新呢 这个改版上架之后啊 那么感谢大家喔 那么在昨天呢 7月1号一天啊 那么就很踊跃的 很多人来做订购 而且听说很多人是从凌晨12点过后 我们正式上架开放之后啊 7月1号凌晨就很多人呢 已经开始来我们的一个网站呢 开始做一个订阅的动作 好那真的呢 辛苦各位啦 那也很感谢各位 好那当然呢 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 就透过我们这样日报的方式啊 那益胜呢 可以每天的来陪伴各位 好那除此之外呢 很多人喔 那这段时间呢 参加的方案A 包括你是第一阶段 5月份就参加的 好那更让各位久等了 好不好 那等了两个月 好那接下来呢 益胜呢 上周有提到 那么各位呢 在方案A的部分啊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呢 我们有这个包箱 包箱啊 对会员的一个呢 这个比较封闭式的一个直播互动的 这样的一个时段 那我们呢 是这一次啊 规划在7月8号星期一 就是下周一 好吗 就是下周一 好那下午的五点 好吗 那到时候呢 接下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 告诉各位 那怎么样呢 来做一个什么 来做一个呢 参与我们这样的益胜 TalkingBar的一个直播互动的一个活动 好那所以说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所有的方案A啊 尤其像昨天呢 很多人啊 把这个手续办好之后 好那这些订户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把 下周一 我们这个 Eason TalkingBar 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平台 跟这个操作的守折 交战守折 那接下来呢 在这几天 我们就会呢 来提供给大家 包括我星期四 应该直播的时候啊 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所以呢 尽情锁定 那我们呢 就下周一 好 线上见 好 这个是针对方案A的会员朋友们 好 那拉回来呢 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盘式 好那今天呢 7月2号星期二啊 这个台北股市呢 原则上啊 都在盘下游走 好那收盘呢 是跌了179点 亮人呢 4808亿 好 那以这个K线来讲的话呢 今天比较重要的一点啊 在于说呢 今天的这个大盘呢 收盘呢 除了收黑K棒之外啊 跌破了短天期均线啊 包括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啊 今天跌破 特别是这个十日均线啊 在这段时间呢 沿着十日均线呢 往上推升上来 对不对 好那今天呢 跌破 那这个跌破收黑K呢 来到今天啊 虽然呢 距离还不断太远 好但是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变成说呢 明天啊 台北股市的表现就非常重要 好明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就非常重要 原因在于第一个好 现阶段呢 今天跌破这个短天期均线啊 那距离没有很远 好如果以这个五日线来讲 今天收在22972 距离今天的收盘大概90点 那如果以十日线来讲的话 23042 收盘呢大概呢 距离了160点 好 以目前来讲 大盘的位在2300点左右 我说过了 震荡幅度哪怕是一个百分点 就是呢 200多点 两个百分点呢 就是四五百点 所以大家习惯 那个整个震荡的幅度 一定呢 跟过去啊 尤其在一年以前啊 如果你有在股市当中操作的话 那你要知道 那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因为以前呢 一万点就算高点嘛 那现在都已经来到两万三了 所以说呢 那整个一个波动的幅度呢 那当然指数啊 整个一个上下的空间啊 都会比过去更加的刺激 因为幅度会更加的大 好但是呢 就整个技术线型来讲的话 那今天呢 跌破短天井均线 那因为是第一天 再加上呢 因为今天呢 五日线十日线还在扣低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左上角 五日线十日线今天还是在往上推的 还是在往上推的 好不好 好 可是呢那是今天 那是今天 到了明天过后 包括呢你所看到的这个十日均线 它要扣抵到6月19号 23209 开始往高档 就是呢 前波啊 好这个高档区啊 来扣抵 那所以说呢 会形成一个扣高下压的压力 那再加上如果呢 跌破十日均线今天只是一天 好我常讲时间空间嘛 那如果说呢 明天呢 他没有办法呢 进一步的收复十日均线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呢 跌破两天 再加上十日均线扣高下压的压力 那下半周过后 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今天虽然呢 找盘跌破盘中跌破 其实呢 卖压还不算太重 而且低档呢 都还可以看到明显的承接量 可是呢 来到明天 就进入第二天 如果呢 这个盘没有办法立即的止跌回稳 至少呢 收红K棒嘛 或者说呢 涨个100点到200点 因为涨100点就是收复日线嘛 对不对 涨个200点不用了 160点 那就是收复十日线嘛 那当然如果能够涨个160点以上 那是最好的啦 好不好 但是呢 至少涨个100点 把这个无日线收复 那也先做一个止跌回稳 或者是如同上周我们所讲的 先蹲后跳这样的结构 那这样子呢 都可以让这一波整个中多加短多啊 那强势的一个格局呢 能够延续下去 那当然以今天来讲 如同我刚刚所说的 极短线因为今天收盘跌破 这是第一天没有离太远 而且五日线十日线 今天还在扣低往上推 所以均线你会发现 都还是呢 一个多头的排列 所以呢 以这个波段的中多加短多的一个格局呢 到今天哦 收盘哦 原则上都没有改变 只是呢 跟我们过去一个多礼拜 跟大家所讲的 维持呢 大盘就是一个中多加短多的 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就是短线就是量缩整理的格局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可以这样来定义他 但是呢 在明天过后 如果呢 他没有办法止跌回稳 如同刚刚所说的 甚至进一步的 站回五日线或十日线 但一口气站回去十日线 是最强势的表现 的话 那因为呢 接下来 在明天过后 十日线扣高之后 下压 那我们就要去提防 这个盘是休息整理的时间跟空间 它会拉长 空间会加大 那也就是呢 有可能会下探这个月线支撑 而现在月线在22546 那距离今天的收盘 位置呢 就比较大一点 大概就有300点 各位要知道 所以现阶段呢 中多加短多的格局是没有影响 是还没有被破坏掉的 那只是呢 这个整理的时间空间 到底是维持一个高档强势整理 还是呢 它要怎么样 它要呢 再来做一次的 再蹲再跳的动作 了解吗 所以呢 我想这个呢 会是接下来啊 特别是明天啊 在星期三啊 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会非常的重要 好 那再来呢 我们从内股结构 进一步的来看 今天呢 主要的这个拜比 拖累盘市主要就在电子类股 那这个电子类股呢 今天呢 就是因为它跌破了短期均线 本来电子类股这一波以来 尤其今年第一季到第二季 原则上 电金双主流 维持一个强势多头的格局 那领弦创波段新高 那所以说呢 让台北股市才有办法呢 一路的去创下了我们历史新高的水准 好 可是呢电子类股呢 在这一波啊 持续呢 沿着短天级均线 特别十日线往上跌高的过程 那么今天呢 是跌破 啊 这个十日均线 五日均线 那搭配如同刚刚大盘我所讲的 今天还无仿 是因为五日十日还在扣地往上推 可是呢 接下来这几日很微妙的 就是说 因为十日要开始扣高涨区 所以说呢 有可能失望性的卖压 跟这个沙盘的力道 在明天过后 如果多头不是一个强势扭短颓势的表现 那可能失望性的卖压 就会开始陆续的出楼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要更加的谨慎 因为呢 可能呢 这个盘是后续啊 下探月线 像电子类股的指数月线在1206 那这个几率就会大增 而且下探月线 我们就还要去 去观察月线能不能守住 如果月线不能守住 五日十日扣高下压 月线不能守住 那短空就怎么样 短空就产生了 就形成了 那当然呢 到时候呢 这个危机啊 就会加大 只是呢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尤其是明天到后天 都还有 都还有转环的余地 最差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电子类股跟大盘都一样 第一个先止跌回稳 收个小红 那已经是最糟了 最差啦 多头的表现 最差就这样 收个小红 那可能呢 下半周 星期四 星期五 那再重新呢 站回去短天级均线 那这样子的话呢 当然 这个一个呢 中短多呢 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甚至七月份 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 要再挑战前波高点 创下历史新高 那是指日可待 所以呢 接下来明天的表现 是非常关键 而重中之重 当然解铃还需细铃人 那就是电子类股 今天拖累盘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 好 那到底是 有意无意 先蹲后跳 那明天就会收红 甚至会站回去短天级均线 给各位看 眼见为平 还是呢 每况愈下 好 那要进入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休息整理 那可能明天这个盘式 就会怎么样 持续疲软 持续走落 那当然各位就要更加的谨慎 手上的个股 那可能呢 转弱的 就要优先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好 所以这个呢 今天啊 电子类股是关键 明天依然是关盘的重点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指标个股 台积电 那台积电呢 当然目前来讲 是还裹新位的原因 是因为啊 台积电呢 昨天的收盘啊 10日线在961 5日线在959 而今天收盘呢 他就卡在中间收960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时候股市最讨厌的是什么 股市最讨厌的不是多 不是空啊 不是涨不是跌啊 如果很清楚的话 那至少大家还有一个什么 还可以呢 跨数版书 对不对 随事操作 股市最麻烦的是什么 常常就是有那个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那个叫做灰色地带最麻烦 这我之前讲过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台积电 今天呢 收在960块跌8块钱 虽然 当然也是拖累盘是很重要的主因之一啊 但是各位要知道 他今天的收盘 这个黑K棒收在960 刚好 因为一圣都是用前一天的嘛 那刚好就在这个五日线跟十日线中间 霞洞中 2块钱 他可以在霞洞中找到一个 刚刚好在正中央 960 那当然如同刚刚大盘跟电子内国我讲过了 虽然他今天是这样子 跌破10日 但是守住5日 他的所有均线当然今天也还是扣低往上推 所以距离没有很远 再搭配呢 台积电是量急缩 有没有 这两天急缩 所以呢这就是代表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量缩到极致盘整待变的最后关键点 所以如果我们要再把范围缩小 刚刚我们说大盘 对不对 关盘重点 特别是明天会是在电子 对不对 电子涨 或是涨回短天井均线 那当然呢 诶 这个 这个拖累盘式啊 的主要原因就解除嘛 那当然大盘呢 就有机会让大家怎么样 重回强势整理 歌照唱 舞照跳 鼓照做 对不对 好但是呢 如果再把范围缩小 那关键明天就是台积电嘛 因为台积电今天能够在这个霞凤中 对不对 那造成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 那量缩整理到极致 毕竟呢 一天两天差不多了 好那也就说呢 最快明天就有台积电开始带头表态 如同我刚刚所讲的 一个他就是站回短天井均线 那短天均线呢 台积电的十日线在963 五日线在962 代表以今天收盘960 台积电只要涨3块钱 就全部站上去 那对台积电来讲 这段时间大家也很清楚啊 对不对 集万千宠爱余裕生啊 对不对 内资外资 政府法人 宠爱余裕生 其实呢 要涨个3块钱 多么简单 要跟不要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盘式再缩到最小 关盘重点就在台积电 明天涨个2块3块钱 就收复所有的均线 那如果搭配放量 那就更清楚了 好不好 量能放大出来 对不对 那大概呢 就是一个明显的多头表态 往上准备攻击 好 那如此呢 看到这样的景象 那就知道电子活过来 那就知道大盘有救 那甚至呢 7月份的多头行情 甚至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是指日可待 好 好 那这是比较好的情况 也是目前几率比较大的情况 了解吗 好 可是呢 相对的如果不是看到这样的表现 而台积电明天也是一样 如同大盘跟电子类股 5日10日要扣高 而明天却是每况愈下 把今天这个稍稍还能够锁住的5日线也跌破了 听清楚哦 台积电明天是不进则退哦 只要没有涨个两三块 他就跌破短天级均线 而且短天级均线就同步扣高下压 所以只要台积电不涨 明天 他就是由墙转落开始 那自然而然 就会间接的影响到电子类股 知道吗 重回墙市的 这个 格局的几率就会大减 那自然而然 大盘要能够呢 游落转强 那原则上扭转颓势 几率也会大减 所以关键 台积电会是明天看盘第一个重点 这个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族群 那其他的族群呢 其实呢 索性啊 其实格局哦 没太大的变化 所以为什么我说败笔主要在台积电 关键表态也要看台积电 也要看台积电跟电子类股 好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金融类股 今天哦 他就可以维持跟昨天跟上周五都一样 对不对 上周四各位还记得吗 上周四六月二十七号 我们直播的时候 Eason跟大家讲那天不是金融类股吗 对不对 原本强势嘛 相对强嘛 结果后来当电子他们都活过来的时候 金融类股掉下去嘛 掉下去休息整理 然后那一天呢 跌破短前景均线 十字线也跌破 但那一天呢 上星期四 Eason有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说金融类股一个呢 留了长长的下影线 第二个呢 离十字线没有太远 第三个呢 十字线还在扣低往上走 所以呢 有可能在接下来很快的一两天内 你会看到金融类股重新站回十字线之上 好那话才讲完 其实呢 上周五你就发现隔天 金融类股就如同我所讲的 那他就呢 占回到十字线之上 好那从上周五占回来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 虽然呢 大盘跌了一百多点 对不对 金融类股依然是沿着十字线往上推升 而这个收盘呢 也是呢 创下从上周四以来的新高 所以金融类股是依旧强势 不变 而且呢 金融类股指标股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这时候盘势啊 在一个关键的表态起啊 那我们除了呢 大盘 除了类股结构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你可以从指标股 来掌握脉络 我常讲 小的看不懂看大的 对不对 短的看不懂看长的 但是相对的 从大看到小 从远看到近 有些时候呢 就是要交叉比对 好那以金融类股来讲的话呢 这段时间啊 强势指标 包括2881的富邦金 这之前讲过 对不对 那你看他的K线是连四红耶 到今天还在创波段新高耶 那你看一下2890的永丰金 今天也是创波段新高 2891的中信金 今天38.7 也是突破的前波 5月份所创下的高点 了解吗 那光股的2834的台气银 还在所有均线之上 昨天创高今天拉回 但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依旧强势 2886的赵峰金 这一波呢 虽然还没创高 但他呢 也已经怎么样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到今天为止 还有稍微出量 依旧强势 了解吗 好所以呢 不管是民营 金控也好 那光股也好 目前看起来 以金融类股 再搭配整个指数来看 依旧是强势 了解吗 依旧是强势 所以说呢 目前金融依然强势 众多短多不便 而且 应该很快还有机会去挑战 前波高点 6月25号的2042 好 那金融呢 可以维持这样的强势格局 那当然呢 是可圈可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电机类股 中电族群呢 这一段时间呢 是 比较闷一点点 大概就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 上一次呢 从弱坛转回强坛 站上季线 这叫强势整理 我说过了 只是他整理的时间呢 拖的比较长 那现在呢 持续的量说整理 好 那可是呢 今天呢 他至少跟金融类股一样 对不对 能够呢 收红K棒 只是他的红K棒 没有金融类股 那么带量 那么显眼 但是呢 以今天大盘跌下来 甚至盘中跌了两百多点来讲的话 今天呢 电机类股 收盘收小 红K棒 收掌 这已经算是相对抗跌 也相对强势 然后呢 今天收盘是449.4 而他的五日线 十日线啊 虽然呢 现在是失守的哦 可是因为他本来现在就是一个量说整理的格局 你知道吗 量说整理就很容易呢 让均线扭麻花 甚至小小跌破 好 行这才叫整理吧 好 那毕竟呢 他现在下面月线基线还在4004附近 只要4004不破 这一波的 中多 格局啊 短多架构 暂时呢 还可以维持 好所以呢 中间类股主要就是这个4004守住即可 好 但是呢 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强 那更强呢 就是等他出量 突破现在的一个横向瑕浮整理 出量往上做一个呢 突破 甚至突破呢6月17号的小高点460.2 那大概呢 就准备呢去挑战大魔王前波4月15号的483.8 那个波段高点 好 所以你只要看到奠基类股 出量往上去挑战6月17号的406.2 好 就知道 他们又准备呢 再发动一波攻击 甚至有机会走回升之路 那同样的啊 我们可以带大家来看这个指标类股 第一个 我们来看呢 1519的华城 那华城呢 这一段时间是被处置 所以量缩 对吧 可是呢 就如同呢 我上周告诉各位的 他这一波呢 比较早来到呢 4月份的大高点 对不对 刚刚看指数 电机类指数 距离啊 波段高点区 还有一段距离 对吧 可是呢 华城呢 这一波比较强 我说过了 所以说呢 他现在已经在自己的4月份前高压力区 960块左右啊 在整理 950960这里整理 好可是呢 无论如何 整理的过程 量缩是因为被处置嘛 可是价 关键了 他到今天为止还锁住所有均线之上 所以呢 他是依旧强势 那其他呢 像是这个1514的雅力 有没有 那当然也比电机指数强嘛 虽然是量缩整理 他是守在今天收红K棒 涨了2.4% 涨幅比较大 而且是收在所有均线之上 所以雅力呢 跟华城 现阶段 都是重电类股相对强势的指标股 那另外像是1503的市店 今天啊 其实也都还是收在所有均线之上 了解吗 所以这三档其实都还算强势 那1513的中心店呢 虽然 虽然啊 他今天呢 是 因为除息的关系 你知道吗 他今天啊 是因为除息的关系哦 所以各位要知道啊 他昨天 昨天啊 应该讲昨天啊 昨天7月1号啊 他配了3.6块的现金 所以他今天还是收红的 好 那你还原全职啊 你还原全职啊 你还原全职 刚刚没有还原全职 小破嘛 短天级均线 那我现在还原全职 一剩一半都用还原全职嘛 那你就会看到呢 中心店呢 他也是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了解吗 好所以呢 就刚刚这四档重店四雄来讲的话 不管是华城 雅力 四店 中心店都是所在所有均线之上 好不好 那依旧强势嘛 那我们再加上一档好了 3622的洋华 他也有这个 这个题材啊 台电的这个受惠的题材 好那前波呢 他是领先攻高 对不对 创波段新高 突破前高创高嘛 对不对 那拉回来整理 回测月线有手 好那今天呢 那又出量转强 了解吗 今天是出量转强 好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整个一个台电 强能电网跟整个一个重电 这个族群啊 好这几档呢 强势的指标股目前来讲 都还是相对强势 那只是呢 今天是杨华比较明显的先出量 可是上一次也是他先出量 转强突破前波高点 在这里 当然希望呢 后续啊 重电类股 从明天开始也被带动上来 毕竟他们现在都在所有均线之上 原则上随时出量可供 这样了解吗 所以拉回来 我们再来看回到的指数来 那电竞类指数呢 目前来讲就是在一个 这个季线之上 那短天级均线附近量所整理 等待出量转强再表态 所以我说呢 其实跟上周格局也没有什么差异 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生计股 那生计股呢 其实这段时间啊 是这个越走越强 越走越强 好不好 那我说过这一波呢 生计医疗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在量人不同于以往 过去呢 他们的量人放大出来时间啊 总是很短暂 一天两天顶多三天 都是一个电档演出 就是说当电子休息 电竞休息他就电档演出 但这一波呢 生计股比较不一样的是啊 他比较有机会走出一个波段 比较全面性的多头格局 那一个呢 是从量的部分 因为量呢 持续的放大 自然而然他能够动起来的股票 就会越来越多 那另外价的部分不用说 哪怕今天他是拉回 他昨天创高 昨天7月1要创高83.8 今天拉回量做整理 但五日线都还守住 更不要讲波段看十日线都守住 所以目前他是完全多头排列 依旧强势 那刚刚所讲到 那量能放大的结果主要在于呢 这个指标个股啊 那有机会让更多的一个股票呢 可以的开始活络起来 开始动得起来 所以呢 之前我跟大家讲的强势指标 包括像6472的宝瑞 对不对 那再向星期五呢 又出量转强 那昨天呢 已经呢突破了前波四月份的高点 那也创下波段行高来到891块 今天拉回量说 五日续守依旧强势 了解吗 所以6472的宝瑞依旧强势 这都有的是可以续报的 好那其次呢 像是6446的药华药 这一波很强啊 一路电高一路电高一路电高 对不对 看了它一个多月了 到目前为止呢 当然涨幅已经超过一倍 但是目前来讲 格局有没有改变 没有 众多短多依旧强势 今天量说整理 依然强势 高点依旧可期 好 那更不用说啦 受惠这个再生医疗的这个1784的训练 哇那这三天连续出量 功高 好这强者续强啊 好那强者续强之外呢 刚刚讲了 生技族群最重要的是量能放大 那是不是可以让一些呢 低档的股票也开始呢 加温上来 那我们看到呢1795的美食 以跌升反弹的话呢 美食我说过了 上周我们看它已经呢 带量站上季线 对不对 跌升反弹转强 由落弹转为强弹 关键的一步 好那在这两个月 两天尤其昨天又开始呢 持续的往上 做一个墊高 小创高 今天拉回五日线叙手 所以跌升反弹来讲的话 1795的美食 目前仍然是一个强弹的结构当中 还在进行 那反弹是做短多嘛 但短线呢 依旧强势 不变 所以目前生技类股 看来啊 还是呢非常多啊 可用之兵越来越多啊 跌升反弹呢 包括像6589的台康升 好有没有 昨天呢 大涨一根带量长虹 站上年限 那今天呢 创高流上一线爆量 接下来可能会在年限 八十 九十四块之上整理 好但是呢 以现阶段我说 像生技股最主要就是什么 有价有量 那特别是这个量 持续稳定的放大 这是最迷人 因为这样才让他们 有够多的养分 够多的人气 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好那还有呢 就是像是 跌升反弹有什么 6901钻石头控 好这一波啊 还没到年限 年限还有单距离五十块 但是呢至少现在的量价结构 已经呢开始朝一个 比较强势反弹的格局 好那陆续往年限吧 那目前这个量能持续放大 都是好事 好所以生技族群来讲的话呢 这段时间呢 其实是持续的渐入加进 不管从指数的价也好 量也好 结构也好 越来越完整 所以目前来讲 我认为生技族群 还是波段可以留意的 一个多头的主流族群之一 好其次呢 我们来看到行运类股 那行运类股的话呢 短线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利多在加持 好不好 就是呢 这个 马斯基啊 这个航运巨头啊 那马斯基呢 说这个鸿海啊 鸿海的危机啊 运输中断啊 会持续到第三季 那大家都知道 之前呢 第一季第二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让他们呢 报价上扬 让他们基本面呢 可以呢 获得喘息 而且呢 纷纷缴出一个比较亮丽的成绩 那现在呢 这样的一个龙井 当然对大家不是好事 但对他们是好事啊 短线上 那目前来讲 应该会延续到第三季 代表它的报价暂时还不会下来 那另外呢 这几天比较关键的是 波罗的海散装指数啊 这个BDI啊 好连续上涨 了解吗 连续上涨 好那这个海峡型船日租啊 今儿已经突破三万美元 好 那这个BDI指数啊 近期的创高 也让散装航运的部分啊 好那在今天呢 比较有一个明显 转强的表现 好 待会跟大家来看个股 那我们现在看到指数的部分 那指数的部分 当然目前还是维持一个什么 航运内指数还是维持一个 横向量缩横向整理 懂吗 还是等待一个出量转强表态 好但是呢 这个是从指数来看 那代表呢 里面个股一定是有强有弱 那强的何在 强的呢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告诉各位 航空股老早呢 在两周前就已经跟海运啊 散装啊奔道一样飙 所以你看到2618的长龙行 今天呢 是创了波段性高来到39.35 诶 这个时候它是创高的 了解吗 那这就印证我说的嘛 创高是什么 多头的表征嘛 那本来呢 就知道它是相对强势 那2610的华航今天呢 也是 今天呢 也是已经突破了上个月的 这个五月份的高点啊 已经呢创高来到25.2 这个也是波段性高 那放眼望去呢 这个已经是去年的8月以来的新高 将近一年 新高点 好而且是带量 那这个是航空 之前我们就讲了嘛 航空啊 受惠两大力多嘛 对不对 一个呢就是呢 运价的调涨 另外一个就是暑假的旺季 对吧 好所以说呢 航空这一波是相对强势 那目前创高只是呢 验证这样的说法 好那另外呢 我刚刚提到 散装航运今天表现比较特别 好为什么 因为呢 霍卉三雄目前还是弱的 包括原本强的2615的旺海 其实呢在昨天跌破月线 今天弱势反弹 所以呢目前来讲 霍卉三雄 连最弱的万海都被拖累下来 索性他们就走一个什么 量缩整理的格局 好包括2603的长龙 2609的阳明 早就是这样的格局 横向整理 所以才会让航运指数 呈现这样的一个架构 好可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虽然弱势整理的还在弱势整理 但是强的 诶本来呢是航空股 对不对 长龙航跟华航 但是呢在今天呢 又多了 这个散装航运 因为BDI指数 那么呢 连续大涨的影响 那2606的域明呢 今天呢则是出量 今天涨了半更停半 那他表现比较好 是因为呢 他老早就站上月线 一个多礼拜 所以他是比较强的 那其次呢 像2605的新星 则是呢 诶今天 稍微出量 开始转强 可是呢 他接下来还要面临自己 在5月29号 前波高点32块半左右 所以他有一个前高压力 今天说3.9 所以这个呢 只能说有的续棒 没有的呢 你就要留意 前波高点的一个呢 套劳卖压 那目前呢 比较强的指标 一个是2606的域明 原因是因为呢 域明 除了出量之外 就像我刚刚讲 他是比较涨上上月线 可是呢域明呢 他自己在今天 虽然涨了半跟停板 虽然有量 可是明天过后 你也是要留意 他也是有一个 5月份前高压力区 在59块半 60块附近 今天有来喔 今天最高60 可是今天之所以在这里 就止住 原因就在于 有一个前高压力 60 快的一个压力区在这里 好 那再加上呢 2617的台行 各位看到 那这个呢也是已经 站上月线一个多礼拜 可是他的量没有刚刚那前面两档那么的明显 那至于2637的汇洋KY 则是今天才出量第一天站上月线 所以你会发现 散装航运呢 有这么多档喔 在反映BDI指数近期创高 那有稍微呢 有在出量转强加温的过程 那或许呢 有机会 再慢慢的呢 去改变整个航运指数啊 那么过去这段时间 已经很长了 这快一个月了喔 横向量缩整理盘整待变的格局 有机会往正面表态 什么叫正面表态 因为已经航空已经先创高了嘛 那赏装如果现在又可以出量转强嘛 那最后就只差一个嘛 就是刚刚那三位老大哥嘛 货柜三雄嘛 好不好 可是货柜三雄 他们现在跟这个航运指数一样嘛 就是一个横向量说整理嘛 可是 如果在这里整理到末端 小老弟们都先 转强攻击 那搞不好最后老大哥回过神来 那航运指数就是往上 出量转强 那他是有可能再去挑战 六月份所创下的高点 简薄高点 212.8 好 所以呢目前从货柜三雄跟 航运指数 虽然都还是在一个很像量说整理的过程 等待出量转强表态 但是 从航空的创高 从散装航运集体的转强 那其实航运类股目前看来啊 还不至于 完全没有机会 可以再去呢 转强攻高 所以目前来讲 只能说整体是维持跟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是一样的格局 只是少数强势股 在这里头表现其实是有渐入加进 特别是在航空股的创高 跟上庄的出量 这个是大家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 尤其呢接下来航运类股 除了刚刚所讲的 BDI指数啊 创高之外 然后呢 鸿海危机呢 会延到第三季 延续到第三季之外 还有一点 就是接下来进入第三季 甚至到第四季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旺季 所以呢 从运费来讲的话呢 包括这个亚洲运往美国和欧洲费用啊 其实呢 已经现在调长很多 但是呢 航运的旺季提前到来 因为大家客户怕那个时间啊 到时候 包括那个美国耶弹旺季啊 什么的 大家呢 会怕呢 这个货物啊来不及运拿 所以说呢 都会提前 懂吗 所以说呢 现阶段进入第三季 那对航运类鼓来讲的话 可能利多 又越来越多了 好不好 所以说呢 也算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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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什么 在危机当中 他还能够少数呢 减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看他们呢 什么时候 技术面出量转强 否则呢 现阶段的题材 对他们来讲 以今年啊 都还算是处于一个 比较有利的位置点 好 那航运呢 整体来讲 大概也维持跟上周没有太大差别 甚至个股还有稍微转家的表现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呢 银件类鼓 银件类鼓呢 当然 这个新清安的贷款补贴政策 从8月上路啊 到现在卖入 第11个月 好 那对整个房市呢 的确有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啊 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啊 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当然现阶段 台湾还是低利的环境 再加上政府的补贴 对不对 啊然后呢 还有呢一些 这个原物料通膨的压力 所以其实呢 对银件类鼓啊 算是今年啊 他们说20年一遇的大行情啊 那资金行情也算 那其实呢 都是有利多啦 那更不要讲说 我们那个半导体 对不对 台商回流 然后呢 这个台积电这些大厂 纷纷的呢 在北中南各地设厂 所带来的 这个 房市啊 的刺激 其实这个都是对银件类鼓 比较有利的 那我们看到呢 银件指数啊 在上周四呢 其实呢 银件类鼓啊 是已经开始 准备进入一个短空的架构 跌破月线 5日10日头部扣高下压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呢都还是在进度一个什么 慢慢呢 转落啊 甚至转空的过程 好可是呢很关键的在昨天啊 昨天7月1号 就7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一根 微幅出量的 中红K棒 让银件类鼓啊 一红解三愁 一举呢 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因为呢主要它就是面临 5日10日月线三线板压嘛 结果呢昨天这根红K棒呢 这一举呢就能够把它推回到月线之上 那这个呢过去在中天类鼓大家也看过了 对不对 包括呢上一波 银件类鼓 从5月底反弹也是如此 就是从占上月线 带量占上月线开始 好那昨天呢又再来了 一根红K棒出现 微幅出量 好那今天呢盘是不佳 所以呢量缩整理 无妨 那5日10日呢 还是叙手 月线小破 月线现在在616 今天收盘615 所以银件类鼓 这一波啊 尤其是明天如果你看到它 还能够涨个一点以上 好就是在把今天啊 这个失掉的一点点啊 跌破的这个月线一点 那能够再占回去 然后搭配量能再放大出来 简单讲叫做带量占上月线 两到三天哦 尤其是下半周啊 那各位要知道啊 银件类鼓是有可能 如同5月底6月初再展开一波的反弹 关键除了价啊 因为价没差多远 涨一点就有了 关键会再量 那量如果可以再放大出来 哇那当然他们走回升的几率就比较高 就比较高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拉回来看到那个 更细的指标股的部分 那指标股的部分呢 一个就是在5508的永信件 5508的永信件呢 昨天出量 对不对 银件指数只是占回月线哦 可是呢 永信件这一波持续强势 包括你如果是我们的日报订户 你就会知道 因为呢益胜刚刚有讲哦 我们在日报订户各个类股 主要族群 我们会给一些指标股 或强势股 给大家做参考 那5508的永信件 大概是近期呢 少数我们还有提供给大家一个强势指标股 那因为他都锁出月线 对不对 他整个6月份 几乎都锁出月线 那来到7月1号突然呢 诶 出量 哇一根藏红 对不对 昨天公道长停满 那今天呢 马上就越过了5月份前波的高点 创高去了 连续两天价量起 一样 懂吗 那这个就跟我刚刚在跟各位看 金融股的富邦金今天创高 对吧 重电股的华城虽然还没创高 但是表现依旧强势整理 一样嘛 关键指标股在带动嘛 对 这是一个火种嘛 对不对 就像电子股台积电嘛 虽然今天小小的失望 对不对 但也没有到绝望 那至少还维持一个什么 好 明天过后啊 还有机会随时转墙 向上表态的契机啊 好 所以呢 永信件啊 今天能够呢 带量创高 是不是银剑股如同我说的 有机会 从接下来下半周 对不对 稍微涨个一点以上 然后占回到所有均线之上 然后再搭配量人的放大 那至少有机会 如同5月份 先来一波像样的反弹嘛 那能不能走回升 那就看后面量人持续放大的情况嘛 好 但目前来看呢 这样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那此外呢 我们看2542的新复发 有没有 那至少也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6177的打力 昨天出量 转墙 一根红棒 有没有 好 涨得超过棒跟停棒 今天拉回哦 但还是守住在所有均线之上 好 所以呢 目前来讲 银剑股也还是呢 有在一个做一个回温的动作 那特别指标股 已经开始有人冲出来了 好 所以目前银剑股来讲的话呢 反而比起上周四 我们在看的时候 有没有 不一样 它是有落转强 有落转强 的过程 所以这是呢 接下来这几天啊 可以留意的 那这个自然是有利于多方的 发展 有落转强的过程 那这是有利于多方的发展 好 好 那其次呢 我们再来看到观光类鼓 观光类鼓呢 就比较没有进展 好 跟上周看都一样 都还在一个三线反压跌破季线 渐行渐远 量缩整理 弱势整理 也跌破了呢 这个景线5月24号低点 所以目前呢 观光呢还是持续弱势 持续弱势 好 了解吗 好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从整个 类股结构来看的话 说真的 大致上都还是维持呢 一个多头 强势的格局 除了观光股以外 好 那引荐股是有落转强 好 那原则上 其他的 好 不管是金融也好 生计也好 电机也好 好 目前都还是相对强势 好 然后呢 这个 航运股 则是结构 也是 有转家 对不对 刚刚讲营件嘛 也是转家 所以其实呢 撇除今天拖累盘式的电子 各位要知道 撇除电子以外 其实呢 大部分的主要的族群啊 在这段时间 不是维持强势 就是呢 有渐入家境的表现 好 所以拉回来呢 这是我告诉各位的 就是呢 解铃还需细铃人 今天呢 会让大家呢 稍微恐慌失望 来自于电子类股 今天有意无意的跌破这个短天级均线 好 那是真是假不知道 但是呢 明天我们可以从台积电的涨跌 进一步观察 就像我讲的涨个两三块钱 你就知道 那如果进一步出量 那你就更清楚了 代表呢 诶 这个电子类股 今天的 小小跌破短天级均线 好 那原则上呢 只是一个什么 再一次先蹲后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那除此之外 我要告读各位 拉回来盘势的部分 第一个 除非你看到这个盘势 除非你看到这个盘势 如果明天是止红 止跌收红 好 那当然涨个像我刚刚讲的 涨个90点 100点 那至少不是线收付 那没有问题 各位就维持 我讲的 比如说呢 八成左右多单 积极做多没有问题 好不好 那七月份呢 创高是指日可待 好那相对的 如果不是 明天是每况愈下 对不对 那持续呢 这个 失守 短天级均线 那甚至呢 还在往下跌 那各位就要留意 因为已经失守月线 这个短天级均线两天了 再加上短天级均线扣高下压 那这个盘势呢 下跌的月线的一个几率会大增 好那所以说呢 大家就只能怎么样 好 把手中的持股啊 更加积极的检释 太若留强 那可能降低多单到五六成 再来做一个因应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部分呢 可能是明天啊 尤其是明天啊 我觉得很关键的地方 好 那只是呢 以波段来讲 就像我讲的 因为中多短多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充其量就是一个量所整理的格局 再加上月线都还在扣低往上走 好只是因为现在月线呢 还在二二五四六 刚刚讲了还有三百点 有点远 所以说呢 中多短多暂时不受影响 只是呢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 短天级均线跟月线之间啊 要稍微做一个的穿矩 要做一个拿捏 好如果呢 他是往上转强 止跌回稳 甚至收复短天级均线 那我们当然就是积极操作嘛 积极做多嘛 那如果他不是走这种格局 那当然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稍作减码 然后呢 等待 他可能回撤月线或是止稳 我们还有钱 可以重新来做一个布局 好所以呢 都是多 但是有强势多 懂吗 跟弱势多的差别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但是呢 医生为什么说 其实呢 下半周 尤其明后天啊 重新站回所有均线 转强几率蛮大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 类骨结构 原则上都还是有利多头之外 好 还有一点 当然就是现阶段是中多加短多的格局嘛 好那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就是好 如果我们看细一点 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过去两个月 包括你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啊 过去两个月 这虚线之间就是一个月嘛 五月份大盘涨了777点 六月份大盘涨了多少 六月份大盘涨了1858点 1800点以上 好那这两个月呢 布月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哪里 就是第一点都出现在月初 我不晓得这是控盘者的行性还是什么啦 好不好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五月份 五月份 五月初就在这里 有没有 当时呢也是呢 拉回来 哇压回来 有没有 两根黑K棒 看到吗 结果呢 后来呢一路往上推升 一路往上走 最高来到5月28号21937 当然那时候就是创历史新高啦 月底再拉回 但是呢 五月份涨了777点 好 然后呢来到六月份 六月初你看 又是先拉回 又看到一个红黑棒 有没有 在这里 好 然后呢 很快的 又随着均线 又出现了一个比较 比较一个夸张的 跳功缺口往上 那从此呢 又展开了一波更强势的攻击 那最高点是落在现阶段我们的历史高点嘛 就是六月二十号的23406 好 然后呢 月底又稍微拉回来量做整理 就是现在在进行的这一段整理 可是呢 总归六月份涨了多少 1800多点 对吧 好 所以说呢 从过去两个月来看 好消息是什么 都是大涨 因为加起来涨了2500点以上 好 可是重点是什么 低点都在月初 好 所以呢 你说会不会又来一次 就是呢 七月份低点又是在月初 尤其是今天拉回来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明天只稳 甚至呢 后天再站回去都好 最差情况嘛 好 但至少呢 有没有可能 又来一次 代表七月份 对不对 就像我讲的 如果能够在明后天收复短天井均线 搞不好七月份再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是 几率是非常的高啊 不要讲绝对啦 至少说几率非常高 那尤其我们从五月份六月份 诶 看到 都是一个月初啊 都是一个比较 禁心动魄 或是让大家恐慌的时节 但回头看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也是波段的低点 所以 呃 从这个角度 这是第三点啊 一个是格局 对不对 一个是中短多的格局 一个是类骨的结构能强 只有电子今天一只脚掉下去 对不对 其他都还是反而渐入加进 好 那再加上呢 从过去两个月的经验告诉我们 好 那月初小跌 好 那往往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点 好 那会不会呢 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我 今天啊 这个我们的标题 对不对 就在等你 等谁 等我们所有的订户呢 在月初七月一号开卖嘛 对不对 大家赶快把手续办好 好 那接下来的日子呢 包括呢 明后天啊 我说很关键的时刻 这个盘到底怎么变 那反正呢 我们搭配每天的日报 那益胜呢 会带大家 进一步的来掌握 好 当然呢 今天我已经先提供了几个关盘的重点 先给大家做参考 啊 只是明天过后 到底这个盘是怎么变化 那如果你有我的日报在手 当然你可以 在每天收盘后七点 有没有 每天收盘七点 你就可以来了解 那益胜对这个盘式的看法 以及肋骨结构的看法 好 所以呢 我要告诉各位啊 就是呢 除了感谢各位呢 过去的啊 这两天啊 很多人踊跃的来做一个订购 好 那我们呢 7月1号益胜一日报重新开卖 那在昨天呢 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啊 都有呢 参加订阅啊 谢谢大家 那另外呢 就是呢 再次提醒各位啊 那我们之前提供的优惠内容啊 我们都已经呢 帮大家 如果上周所宣布的啊 我们7月1号啊 开始呢 开卖 那也帮大家做延期啊 那你们呢 在7月7号前 都可以来使用这个优惠券 那另外呢 这个早鸟假啊 早鸟假啊 早鸟假优惠期间呢 是7月1号到7月14号 我们有两周的时间 那这个索取呢 是要在 你到我们可力购啊 这个 呃呃 法官投顾的一个 这个可力购啊 的一个 财经订阅的平台 哦 这个网站来 那我们在首页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banner 提供给大家 一生一日报早鸟假88折的优惠 好不好 那你可以点击进去 就可以索取88折 了解吗 就从这个连结进去 这样好吧 好 那在首页呢 我们就会有ABC邦案 提供给大家 那当然A邦案呢 谢谢大家支持 哦 这个168个名额 昨天已经额满 但至少B邦案 C邦案 我们是没有限量的 好 那他们呢 也有不同的一个内容结构 好 那当然欢迎大家都可以详细的研究 也来做一个选购 好不好 好 那我也讲了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不管呢你是收看益胜节目多久 那希望呢 接下来至少有方案C 每个月699 这样很低成本的方案 我们可以提供给大家 包括盘氏的变化 那以及呢 我们对于各个类股 跟主流强势各股 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这个也算是啊 帮大家省了很多的功课 好不好 提供给大家一些呢 盘氏的分析 看法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至少方案C 带在手上 好不好 那医生呢 暂时感谢各位 好那我们下个阶段呢 再来帮大家呢 讲解更多的 这个系族群 还有一些呢 强势指标股的表现 好那讲这个主流的题材族群 及强势个股 的一开始啊 那我想呢我们还是呢 勤贼先勤王啊 从台积电的一个 相关的概念股来看起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 整个一个大盘也好 电子类股 那尤其呢 来到明天过后 那我说关键的呢 光看台积电 好的一个表现 那应该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啊 整个一个方向 那可是呢 台积电为什么 还是很有机会 可以呢 往上做一个呢 表态 除了本身它还是一个 中多短多的一个强势格局之外 多头的格局之外 那最主要呢 就是说 在台积电还没有出量表态之前 问题是它有很多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上游的设备 设备啊 概念股啊 或材料啊 这些呢 概念股啊 厂房设备啊 概念股 其实呢 这段时间是表现是相对强势的 那包括什么 包括呢 像是这个 五四四三的军豪 哇 不不得了 这几天的表现啊 哇 连两天攻掌停 今天呢 还是持续的带量强攻 对不对 二四六七的制胜 这个其实上周 多少 我们都有讲到盘 不管是礼拜二或礼拜四 都跟大家提到 这些设备股 其实呢 又发现 他们又开始走强 对不对 那甚至呢 像是这个三五八三的星云 昨天呢 也是一根带量长虹涨停 突破前波高点 对不对 那今天小创高 虽然整理 但收盘还是小涨 还有包括三四一三的金鼎 这个过去股性是比较温和的设备股 连续两天也是一个明显出量转强功高的表现 当然还很多啦 还很多啦 设备股还很多 但是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既然呢 台积电还没有转强 可是这些小老弟的表现 各位应该可以想得到 代表呢 这个不管是接下来老大哥要公布的营收呢 还是说呢 在整个一个下半年啦 进入下半年啦 台积电呢 包括到德国都要设厂啊 之前讲过啦 对不对 国内外啊 包括国内也一样 各地呢 遍地开花 对不对 最近呢 这个台积电我看今天新闻嘛 他好像又买了一块地 对不对 那也是为了呢 接下来可能未来 有这个建置新厂的一个所需啊 所以呢 各位要知道就是说 台积电呢 积极的扩厂 特别是来到下半年 对不对 那当然呢 很多的设备 他们还是持续的受惠嘛 好 那不是这种设备啊 材料也一样啊 包括呢 1560的中砂 每次看我们讲啊 自从突破那个前波高点之后啊 对不对 那就开始呢 一路创高 到昨天最高来到350块啦 350块啦 好 上市单的中段整理是250到280左右嘛 那现在呢 转眼又来到350嘛 啊虽然今天呢 拉回啊 但这样说首五日啊 代表他什么 强势一旧嘛 好 创高呢 还是可期啊 那8028的三阳半 今天呢 收盘呢 也是创了波段新高 好 那除了材料之外呢 像是这个 厂房 厂房的部分像6139雅翔 好 那昨天呢 占上了带量啊 占上了季线 对不对 这个基期就比较低了啦 好 那今天呢 震荡持续出量 但只要守住季线 甚至五日线往上推升 守住 那原则上 未来也有机会呢 再慢慢的往上做一个墊高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族群啊 跟其实跟这个厂物啊 建厂也是有关的 就是水资源 水资源其实最近表现也很强 好 那当然或多或少 很多也是跟台积电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啊 不管是9933的中顶 好 8473的山林水 或者说呢 像这个5434的重月好了 好 他也有一点水资源 这一波很强啦 这一波持续往上做一个推升 好 8383的千副 好 各位要知道 他们很多呢 就是股本比较小 量也比较少 所以呢 益胜不是要告诉各位 我只要告诉各位 我们从台积电上游相关的 不管是设备材料 厂物 甚至水资源来看 对不对 那这些小老弟 其实这一波啊 说真的喔 算是在盘面上 非常强势的一个族群 嗯 而且是很多个股 我刚才只是举几档 好 那比较强势的设备股给各位看 好 当然很多也是我们在前几次节目有跟大家提到的 好 那讲完这些呢 设备材料股之后 当然呢 也也告诉我们 为什么说台积电 还是有机会 好 往上做一个转强表态 在未来两天之外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 除了台积电以外 那影响盘势 特别是在今天 为什么电子股 跟大盘跌破了短前期均线 那主要呢 就是在于 大型全职电子股 对不对 今天的表现差强人意 那里头呢 最亏祸首就是这个2317的鸿海 为什么 因为今天鸿海除息嘛 对不对 今天的7月2号鸿海除息5.4块钱嘛 对不对 啊除息呢 我们现在把它还原全职啊 刚才是没有还原全职嘛 所以今天没有还原全职跌了11块半 还原全职之之后跌了6块钱 对不对 那无论如何都是跌啊 无论如何都是跌嘛 但是呢还好 今天它是跌比较多 除息 没有填息 让大家失望 可是呢 今天它跌了6块钱 收盘在哪里 204.5 那它的实现在哪里 还原全职喔 204.5 所以告诉我们 过去这段时间呢 长达两三个月 四个月了 红海呢 是表现相对强势的 这个AI代工股 指标股 好 那可是呢 来到这边除息的时候呢 让大家失望 但是呢 还原全职找盘的213 它是创波段新高 懂吗 还原全职 它是突破前高的喔 它是创高之后拉回 好 可是呢 拉回来收盘跌6块钱喔 在守在昨天的10日均线 这告诉我们 接下来 红海 就二哥啊 就跟台积电大哥一样 明天呢 也是开始面临不进则退的 这个关键的表态点 了解吗 所以呢 今天呢 让大家觉得说啊 这个电子熄火啊 甚至呢 有拖累盘式的表现 关键啊 这两个老大哥 懂吗 可是呢 他们呢 都还在一个短阶级均线 纠结的过程 那 还没有到绝望 甚至失望也还不用啦 不用太过失望啦 那关键是在什么 明天过后 懂吗 如果明天过后 大哥也好 二哥好 都能够止跌回稳 小掌做收 诶听清楚喔 小掌都没关系啊 小小小掌都可以 只要掌 都有机会 能够让他们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如果不止小掌 那当然就更好了 就更明白的告诉各位 今天这一只脚掉下去 其实只是做一个什么 就像我讲的 可能如同过去五月份六月份 反正空盘者就喜欢在月初啊 让大家呢 心惊胆跳一下 对不对 你可以说呢 甩轿你也可以说是呢 筹码洗筹码 反正呢 就是要让大家 对不对 在月初呢 先把股票啊 那么呢 到处来 对不对 可是呢 后面呢再来追回来 有可能啊 那只是呢 会不会七月份 如同五六月份啊 再来一次 我们不知道 只是呢 我们呢 明后天啊 大家呢 就紧密的观察 好那一个是台积电 一个是鸿海 那鸿海今天实现是叙手 但明天跟台积电一样是不进则退 好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指标符 2382的广塔 广塔今天也是啊 广塔今天呢 这个五日线小破啊 对不对 五日线308嘛 今天收306.5 一块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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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波广塔也是创高 创高之后才拉回 对 好那一块半 有意无意 一只脚趾头掉下来 对不对 那我常讲有 那个什么 有意无意 我们不知道啊 但眼见为凭嘛 那因为他们 就是 今天短天军压还在往上推 所以今天还可以稍微的 吊郎当的在这边 可是明天过后 你看像广达十字线也是要开始扣高啊 下压 所以照理说明天这一块半 他也要站回去 好 好那诸如此类啊 都差不了多少了 你说2308的台达电 今天小破五日十字叙手 依旧强势嘛 因为这一波他也是创高在拉回的啊 对不对 那2454的连八哥 这一波 其实呢 上周看连八哥是唯一哦 我们讲的这五档 唯一还没站上所有均线的哦 对不对 还没收复十字均线的哦 可是他昨天有来哦 他昨天有来哦 还没站上哦 对不对 啊今天呢 小跌五块钱哦 是守住日线的哦 所以他还是保有一个什么 往上出量站回十日线 收复所有均线的机会的哦 八哥是有机会的哦 只是呢时间不太允许他在鬼混了 为什么 因为他十字线有要扣高 好所以呢 其实呢从大盘从电子从台积电 从红海从广达一路看过来 一样啦好不好 原则上十字线扣高都从明天开始啊 好那所以说呢 在那之前他们今天可以鬼混 但在那之后也就是明天过后 他们都必须要往上出量转强表态 所以呢很简单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 如果我们要浓缩缩引啊 对盘氏来讲 不管你是看大盘 你看电子类股你看台积电也好 哦当然你再多看一只红海也很清楚啦 因为毕竟他今天也是最亏祸首之一嘛 那只要他们明天都不跌 甚至能够小涨 各位要知道哦 光小涨这个盘是 中多短多他就是维持强势格局 就算明天只是小涨 明天过后随时都有可能 出量往上转强 再挑战前波高点 那七月份 个股也好 这些讲的 刚刚讲的这些指标股哦 跟电子指数哦 跟大盘哦 都有再挑战新高的机会 应该讲几率大增 好吧 我想这个还是要呼应 刚刚所解盘的一个部分啊 只是在带大家看到更多 今天影响盘式的一些指标电子股啦 那拉回来我们再看呢这个 当然如果要讲代工哦 我们再讲一个 6669的围影 那围影也休息很久 不过他是在月线之下休息 他比较弱啦 他弱很久了啦 但是这一个多礼拜 他在月线之下 如果呢 刚刚讲的那些老大哥要往上 差一点叫往上指稳 往上收红变高 好一点出量直接转强攻击 好那就不用说了 大家更是清楚明白这整个趋势的方向 那我们来看这个 原本在这里弱势整理 月线之下弱势整理的围影 那他们可能就是要像连八颗这样你知道吗 他可能就是要往上出量 站回月线 好因为他这一波也是创高嘛 逼近三千块钱才拉回了嘛 但是他在月线之下 弱势整理一个多礼拜了嘛 那接下来等待一个什么 那不就是等待也是一个出量转强表态嘛 对不对 那好一点就是往上 对不对 往上嘛 那他有没有机会 有为什么 因为他五日线扣低嘛 五日线扣低嘛 有一个扣低斑扬往上嘛 只是他要不要跳上去的问题嘛 对不对 月线没多远啊 2660啊 今天收盘2615啊 45块而已啊 对不对 然后呢出量 往上站上去 那代工股又多一张 了解吗 又多一张转强嘛 所以越看越细就是如此嘛 那当然不是只有代工啦 因为很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散热这个族群啊 懂吗 因为下半年大家都知道 AI的重头戏在GB200嘛 那GB200最主要就是在散热嘛 机壳嘛 对不对 那散热呢我们讲过了嘛 2308的台达电这一波能够转强 那就不单单是电源供应器嘛 虽然电源供应器现在也是匹吉泰来嘛 我们看到2301的光宝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这个啊落后大根很多啦 但是呢最坏的时间有可能过了啦 昨天出量转强 今天量缩整理原则上呢 应该有机会这一波啦 先谈到年限之上再说啊 甚至往前高压力这个120左右来了 但是呢最坏的时间有可能就在之前 94块95块这里过了啦 所以现在呢就怎么样去倒置甘蔗 渐入佳境的差别 至少要先站上年限113嘛 再来做整理嘛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要求啦 但是呢这个是电源供应器 已经开始有机会啊 渐入佳境 那这呢我们刚讲的是散热啦 散热才是推升它这一次能够走出不一样 对不对 活泼的路线 那走强的路线突破前高主要是因为散热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散热指标股3017的奇虹 3324的双虹 诶你会发现 虽然量还没有特别的放大 但是都是就一个什么 攻击发起线 价已经都有在一个什么 随时可以出量转强攻击的位置点 所以其实他们现阶段叫做强势整理啊 强势整理 3653的建策是昨天创高1210 波段新高拉回来 今天叙手5日 当然他已经是领先攻高了 好那之前比较强的是2486的一拳 可是呢一拳呢本周稍做休息 因为上周他表现 好那刚刚讲的那几档是休息 对不对 好这个双虹啊七虹啊休息很久 所以有可能换他们接棒 好变成说回到散热的这个一哥们二哥们 来做一个转强攻击 好良性轮动的一个节奏 那另外呢PCB的部分哦 我们可以看到2383的台光电 在今天收盘是创这四个月以来的新高哦 所以你要知道哦 AI股票是有人整理许久 现在在做一个什么 在做一个补涨在做一个电高的动作 了解吗 刚刚讲的那个那个那个 刚刚讲那个什么 台大电啊也是如此嘛 那台光电之前也休息了一阵子 那自从这个颈线 对吗这个颈线 打了三个月的底部 颈线站上我说就越电越高 今天收盘就创了四个月新高 这样了解吗 好那如果呢看到这里 我们就在想到2368的金像电 有没有 这个呢跟当初台光电啦 疫情呢在四三月份高档回落 好那当然台光电是比较早主体 比较早上来 这之前我讲过了 那我说呢金像电等它站上颈线 那目前呢这个颈线呢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讲这个时候 就说大的看小的看不懂我们看大的嘛 对不对啊可是呢大的现在呢 还在表态的等待表态的关键表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细节嘛个股嘛 所以刚才会带大家看那些指标全职电子股嘛 那同样的嘛我们现在可以来看这个嘛 金像电嘛在这个时候啊 诶它反而在今天可以出量站上年线 站上颈线 虽然呢预半年线214有一个反押 有了上一线好不好 但是今天仍然创了它两个多月的新高啊 也是站上年线也是站上几千 它年线在206嘛 今天站上来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机会尾随2383的台光电 之前就是这样嘛 一个头肩顶站上之后 开始往上反复电高 跟别人比 当然呢稍微落后 我是说在今年第二季过后稍微落后 但跟自己比其实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呢 主体完成往上突破转强的一个过程 那有机会越点越高 那原本呢强势是这个6213的连茂 这个呢今天也是收红 它这个收盘啊 120块半 其实也是它大概这两个多月的收盘行高 有价有量 最重要都是有量 所以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就是说呢今天的大盘有4800亿 对不对 虽然呢电子股表现差强人意 但是我要讲的是 除了刚刚讲的那些半导体设备材料股 你看依旧抢抢棍嘛 那AI概念股 对不对 这些领主件 有一些极其低或整理过的 其实它有在这个时候往上推进嘛 那如果强的还在上面火还没熄 而弱的在这边整理过后 它未来有机会助攻一把 那这时候就要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类股结构嘛 所以为什么说还没有到失望 就是这样嘛 更不要讲绝望 连失望都还没有就没有绝望 好不好 所以从结构目前看起来还是有利多头 好那另外呢像AI相关的还有什么 AI相关的几个族群 像记忆体啊 光通讯啊 机器人啊 很多啦 涨多了休息是难免啊 但是呢 事实上还是很多股票 在这段时间表现是非常强的 我们讲光通讯啊 你看那个啊 六四四二的光盛啊 昨天创高3007啊 这六月份大涨一段 但似乎还没有要真正拉回休息啊 涨那么多都还不想休息 今天拉回亮说五日叙手 依旧强势嘛 对不对 3450的联军 六月也大涨一段 昨天还创高135 今天也拉回亮说五日叙手 依旧强势啊 好所以光通信CPO都还是很强啊 3363的上全 虽然呢 这一波啊 有一度跌破月线 但是哦 他也很快的又站回来 现在呢 在月线之上量说整理 不过这个量说呢 是因为他再次被处置 所以他是被处置啊 是比较不准啊 但是价能够守住 所有军线都算强啊 好 那另外呢 网通 网通 闷很久 网通本来强的只有谁 2345的职邦 可是因为职邦呢 除了有这个AI伺服器啊 800G交换器 甚至呢 他本身啊 也有这个所谓的一个 CPU的一个题材之外 那职邦算是比较早转强 走上来的 2345的职邦 好可是呢 这两天呢 有几档网通股就比较强 包括4906的正文 今天还带量工涨停 突破前高压力区 对不对 各有题材啦 网通啊 进入下半年了 其实呢 就开始要慢慢的进入他们的旺季了啦 好不好 3047的逊州 因为转投资的效益 对不对 连两天也是冷功高 哇 通族群 那还有一个沉睡很久的 叫做5388的钟蕾 这个睡很久 今天啊 出量站上年线 站上季线 那未来可能要等到他站上半年线啊 才有机会 如同刚刚你们看到那个台光店啊 这个金像店啊 就是呢 整理了三个月左右啊 站上几线 重新转强 那钟蕾呢 大概等站上126块啦 好不好 这个应该是126吧 125.5啦 那126 那才来做一个呢 底部成型的一个动作 但是至少现在怎么样 带量站上纪念 站上年线 就是一个呢 有一个什么 底部成型 有落转强 至少反弹嘛 我们先讲反弹啦 有落转强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呢 网通族群 这个算闷了很久 那值得大家留意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光通讯网通之外 那其实机器人的部分啊 2464 是蒙利 高档整理 高档整理 但最近最强的是一些小支的 后起之秀 8374的罗森 今天还是带量公道涨停喔 今天还是出量公道涨停喔 这依旧强势啊 你说那个2365的坤银 2365的坤银 都比较小支的 今天也是一样 挑战的自己的前高压力区 没有站上 好不好 昨天创高 也是一样 都是挑战的这一根 就是6月19号 要大量黑K棒开盘 42块左右 昨天今天两天都来 没有站上 但是呢 所有均线之上 强势整理 等均线往上推 还是有机会 站上 站上来 42块 有机会再转强喔 所以呢 虽然他们涨很多了 涨很多了 但我要讲的是 他们依然是短线 依旧强势指标股 那之前第一批的 现在大概都在中段整理 但是像二四六四的蒙利啊 或是呢 八二三四的辛翰 可以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都算是强势整理的格局 6166的凌华也是 有没有 他们呢 都是呢 之前有涨过一段 机器人概念股 可是现在就是一个什么 在所有均线之上量缩整理 但这是算强势整理 那除了刚刚所讲的罗森这一些 那还在做一个的 短线还在做一个供给啊 但是呢 就机器人来讲 应该大家能够认同 它一定是一个相对长线的题材 它的长线可能要比AI伺服器 还要更长线 机器人是一个比较长远的题材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记忆体 记忆体呢 3260的威刚 威刚呢 这一波啊 休息了大概整理 应该讲算横向整理的两个月 那近期呢 也除全洗完了 但是呢 以今天来讲 它是量缩守在所有均线之上 跟我刚刚在讲那些 这个机器人概念股一样 量缩整理 守所有均线 等待出量转强 往上再攻击 那下半年呢 他们有什么好处 都是稻吃甘蔗 原则上都是稻吃甘蔗 所以应该呢 还有很多的题材在后续等着 那此外呢 像是8096的琴雅 琴雅呢 这个我们应该是在上周有看到吧 那可是呢 他在昨天呢 拉回来 跌破短级均线 回撤月线 守住 其实呢 现在大盘呢 我们就是在担心这件事情啊 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 虽然中多不骗 短多也没有马上改变 但是呢最怕的就是说 本来在十线之上整理都算强 出量可以转强再攻 可是呢他就呢 跌破短线均线 一天两天 那甚至回撤月线 这就是我刚刚在讲大盘 最怕明天过后 如果没有出现一个多头往上转强表态 对不对 那我们就怕说 大盘还要再拉回来回撤月线 这也是 当然这是修正一个正乖理啦 没有不好 可是呢对大家来讲 尤其你已经在叫上人来讲 你就会更加的恐慌 因为他整理时间会拉长 更不要讲他还要拉回来到月线 会不会有些个股 就像这样子 他可能呢 要稍微拉回一根到两根 回到月线再直稳 就像这样 所以他目前中多不便 短线整理 来到月线呢 只能说 你没卖的来到这边也不用卖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盘的时候告诉各位 如果这个盘明天不是进一步转强往上 甚至站回十字均线 你可能呢 本来持股多的人 包括八成或满党的人 你要稍微降一些 为什么 怕的就是这个 对不对 虽然他还是多头啊 可是呢我们也不晓什么原因啊 他要拉回来回撤月线 那好事 好事是什么 修正管理嘛 坏事是什么 怕你手上没有钱嘛 那你如果手上有留了几成现金在手上 那对你就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拉回来再找便宜货 逢帝再做进场布局 因为多头是不变 这样了解吗 好所以这个是刚好拿秦亚 虽然他不是说全职指标股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现行是要告诉各位 为什么 在一个中多不变的架构下 短线我们要去拿捏 就是说 诶 涨多总是要整理 多头也是要休息也是要整理 但是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拿捏 是他休息的时间跟空间 如果时间空间会加大 那我们就希望现金多保留一点点 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们逢低可以再做承接 这样OK 那大家能够了解 好那另外呢 像是那个之前啊 强势功高的4967的十全 好那十全呢也是这样嘛 他不是功高之后不是拉回 拉回来不就是呢 回撤 回撤完十线 现在又下探月线 下探月线 今天失守 今天失守 严格来讲呢 应该昨天还算有所住了 今天失守 好那接下来呢 十全的部分 可能第一个 因为第一天啊 那月线也还在扣低往上手 那就是呢 要看他未来几天的表现 未来几天 大概呢 就是明后天 理论上应该 第一个最差呢 必须要守住这个140块 必须要守住 好那就没有进一步的转落 或破前波的低点 好那另外呢 最好还能够再站回去月线148 那也没多少涨5块钱而已啊 以他那么活泼的个性 现在是量桌整理嘛 出量转强要站回月线 轻而易举 要跟不要 好所以目前来讲 他还是在走他的一个什么 短线修正的格局 因为他前一波算是 比较强4张比较多 好所以这个是4967的实权 好现在有点进入一个横向整理 好那就像我讲的 只要140块不破 可能呢 还没有到破坏这整个一个 中多的格局 好 好那除了光通讯机器人 跟记忆体之外好 我们如果讲其他的电子族群主要的好 可能有三个族群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也都还蛮热闹的 所以热闹就是说还蛮多股票 好包括机器低的股票 有在做一个什么转强的动作 一个呢是IC设计 一个是呢也是要进入 哎这些都是下半年才进入旺季啊 IC设计可能最慢要到第四季啊 另外一个叫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就包括平概股 大概呢都是现在都要进入他们的旺季 股票也差不多都陆续在反应的过程 再来一个叫车店族群 好这几个族群呢大概都是下半年要进入道次甘蔗的一个阶段 好那我们讲IC设计族群一个2454的联发科 好联发科刚刚看过了对不对 好那另外呢3034的联勇 现在在所有均线之上哦 连两天收红K棒 今天还出量 所以呢理论上连勇还有机会去挑战五月份的高点 66是有机会的哦 好所以除了八哥依旧强势啦 好那连勇 另外呢像这个AIPC相关的 包括6231的细微 这个收盘啊今天啊436.5收盘涨23点 而且带量哦收高大涨蛋跟停盘以上 那这个呢也是他波段的收盘性高 那像4961的天狱今天也是带量收一根红K棒涨6个百分点 那各位要知道哦 他这个收盘啊1282 这是还原全值嘛 因为近期也是有除全息嘛 近期有除全息嘛 那我们用还原全值的话呢 4961的天狱啊 他今天的这个收盘已经是创了他7个月来的新高 7个月来的新高点 而且他今天是带量转强突破 好这也算是一个大概7个月的景线 这样4961的天狱 好那当然以天狱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除了驱动IC还有很重要就是 他也是这个这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电子啊电子书或者说呢是电子标签啊 一个这个驱动IC供应商 好那本身的获利很好 好所以其实呢即便啦 现在股价280不便宜啊 但是其实本一笔是不高的 本一笔是不高的 好所以4961的天狱 那今天呢都有出量转强 所以IC设计好这个之前啊 很多股票说真的没有太多表现 但是呢已经有一些获利不错的 前景不错 哎刚刚讲这几档啊 你说连巴克连勇细为天狱啊 其实获利都不错好不好 好那可是呢他们呢都股价至少在这个时候 有价有量哦是相对强势的 那另外就是呢 极其低的那当然就是IP股啊 那IP股的话呢之前最早 底部垫高的叫3443的创意 那创意呢现在呢又拉回来回测年限了 他年限在1500 1500啦 那今天收盘1540嘛 好不好啊今天也是回测这个年限的位置点 但是呢过去这一段他已经算是IP股比较早反弹 这反弹上来有超过五成你知道吗 好那陆续呢也带动了包括6643的M31 有没有现在在逐步垫高 上周我记得有人问到不知道什么股票 反正我上周还有带各位看IP股 那我说他们就是因为底部出量开始越垫越高嘛 对不对就有机会呢循着这个创意的轨迹嘛 往上做一个垫高的动作 好那包括呢6643的M31 这个也是创近期性高 至少这两三个月性高嘛 好那还有呢像是3035的智元对吗 上周我们有提到啊 对不对那我说呢智元是有机会站上连线 站上半连线来350啊 那不是今天来了嘛 对不对所以今天大盘跌啊 他是逆势站上半连线站上连线啊 对不对来350啊 这个350也是他这三个都越来性高啊 懂吗所以这就是我告诉各位 就是说呢大盘 虽然现在还没有攻高还没创高 但是他维持一个还算是一个中多短多格局 对不对啊整理的过程 但是整理的过程呢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强势股火还没熄 但是低档的机器低的很多啊 尤其电子类股要进入下半年了 开玩笑那很多都是对不对 应该不是一半以上啊超过七成啊 下半年是电子的旺季啊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这个机器低的啊之前都整理那么久 筹码比较干净的 那当然他们在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一路的往上啊好 只是说他的速度不会很快 我说过了强势股去创高攻击是比较快的 出量攻击比较快的 但是这种跌升反弹的只是说走得稳 因为最快时间过了对不对 就体材面基本面下半年尤其到月后面啊 倒吃甘蔗嘛对不对 体材面基本面没问题嘛 啊他们有个好处叫做基本面技术面修正过 所以机器低下就是呢量价其扬慢慢的往上跌高 缺点就是什么 关关有压关关要正嘛 这我上周讲过了嘛对不对 那可是呢我也说啦 资源有机会至少先站上半年现在的整理啊 那今天来了嘛对不对 今天350就来了好 那接下来在这边整理也没什么好讶异啊 也是刚好讶异啊之前创意也整理过啊 诶之前创意上来是整理耶也是一路这样整理耶对吧 每到一个关卡都要整理一段时间了 好 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一个 IC设计之外 那我刚刚讲手机族群 手机族群呢特别是屏盖股 这段时间其实是很多股票一一转强 不管是之前的2392的振威也好 懂吗3406的郁金光 诶金光今天啊这几天啊应该这样讲的啊 大概五个交易日量缩整理续守时日 懂吗这个是高档强势整理出量随时有机会再攻高 虽然它波段涨很多了 但理论上呢这波攻势应该目前还没结束 尤其这个时日线守住是还没有结束的 随时出量可以再攻击啊 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498的真顶对吧 好那也是呢走一个底部越垫越高啊 好那这个呢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今天盘中啊因为他月线很近 今天盘中低点啊他也算是下探月线 但守住留下影线啊 可是收盘又站回来短天几均线 好左去右回啊虚晃一招啊 希望大盘不要来这一招啦 但是呢我们股市是这样的不是我们说了算 好我们只能说跨数板数啊 就是说他要怎么走我们心里有个底 啊我们怎么去因应 好所以我常讲叫做涨跌有 涨跌这个进退有据啊涨跌无据嘛 好因为盘是不会依照我们想要的走 但是呢我们要有的是什么 我们要能够呢去见识随事啊 怎么去呢把握啊怎么去应对 好这才是重点嘛 好那真顶呢重点是什么 啊下探月线也探过了 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收上所有军线 那依旧强势啊量也出来啊 所以这代表什么就跟刚刚那个郁金光一样啊 好啊出量还有机会再供高啊 所以这波段应该高点还是可期的 好所以我要讲结论就是有的都可以去报的 好那再来 3042的经济 好那你看哦在这个时候哦 他反而是今天出量哦也是一样哦 好来挑战前波高点对吧 好啊也是今天盘中收盘都是创三个月的新高 当然今天的盘中119.5是波段新高是有突破的 收盘还没站上 但盘中是突破而且出量哦开始呢量有增温嘛 哦所以平概股也好啦或手机概念股来讲的话啦 原则上大家都知道哦进入第三季 接下来就是呢会越来越多的一个题材哦会陆续的呢放出来 好那当然呢基本面也有机会随着呢进入旺季啊 应该表现都会越来越好所以才叫倒翅甘蔗嘛 那另外呢车店族群哦车店族群呢这一波啊 强的哦除了那个3665的茂连KY啊 那因为有价有量哦这个这个反弹最强的 好那一路电高上来到现在啊因为搭到AI的题材 但到现在还在五日线之上强势整理哦这波很强啊 那另外光学的2393的易光今天是出量转强债工高 嗯光学的跟车用相关的车灯啊 3362的先进光今天收盘也是这四个月的新高好不好 这也是缓步电高对不对 就跟刚刚那个茂连KY一样啊过去都不好 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有一点就是底部越电越高越电越高这样子 好那这个呢来到下半年尤其第四季我相信啊 就跟刚刚讲IC设计一样 好都是呢进入一个呢传统的旺季的时候 好那今天比较特别的不担当这个光学啊 今天比较特别还有这个啊2402的易江有没有 今天呢出量转强工高工到涨停锁起来 那这个呢也是创下了他从去年10月以来 这样收盘型的哦 好啊最重要是这个量人开始转强做一个突破 所以今天算是关键转强的第一天不代表明天要涨 懂吗明天震荡也好拉回也好 懂吗他只要呢守在这个锦线之上啊那不得了那已经都是算相对强势了 大概36块半之上那个都相对强势了 好搭配这个量人如果还可以持续的滚量 那代表什么代表呢之前我说过车用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股票在转强了你知道吗 车用的好不好之前我们有讲啊像那个5243的宜胜KY也是啊 当然宜胜KY还有低轨卫星的题材啦 可是呢之前他也是这样嘛有没有带量突破站上连线那是6月份的事嘛 带量突破嘛站上连线站上锦线嘛啊后来不是拉回来回撤一次对不对 然后呢在上周又转强攻击创攻啊现在拉回来好今天跌哦听清楚他今天跌1块7哦 但是他有没有均线都守住有啊量桌啊依旧强势啊所以这叫什么就是说跌升反弹现在开始转强对不对就跟那个IP股一样 他会涨会突破前高但是他会拉回所以这才叫做什么关关有压关关震嘛对不对啊往上攻击预压又拉回可是底部是越电越高这样了点嘛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都进入一个什么哦比较属于这个呃呃从底部啊变高转强的过程那尤其到下半年啊对他们来讲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有利的一个多头环境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呃如果要讲这个 那个刚刚刚讲2402的一家之外还有6191的好金城科对吧今天啊也是出量啊啊啊当然呢他这里哦听清楚哦但是有的人恭喜啊没有的人他马上76块半哦有一个比较大的潜高压力区哦今天来咯今天来咯74块4接近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哎这些族群就是第一个站上月线站上季线转强他现在还能够在这个时候出量 都是短线啊哦代表呢这个族群啊就越来越多的股票哦在做一个呢攻击啊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些电子的族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于呃这个政策概念股那政策概念股呢近期啊比较受惠的就是在绿电绿能啊哦除能的部分啊好那但这里头呢不是只有政策的题材之外 还有产业界呢也给了一些支撑支持啊包括呢像是什么之前呢就是说啊苹果啊好之前啊六月底就说啊苹果呢要来台湾设资料中心 经济效益上看千亿元好那因为呢设这个资料中心啊现在已经是位为趋势因为呢过去啊就是Google亚马逊微软甚至辉达都说要在台湾建资料中心的国际大厂好那所以说呢又多了一个大厂叫做苹果好那当然来这边设厂会对我们在地的供应链 哦那有一个呢这个利多的刺激之外还有就是他们现在这些大厂设厂他一定会要求更多在绿电的供应方面哦啊但包括电包括厂房也包括水资源啊但是这个前面讲过水资源我在前面有讲过好那绿电会是个重点懂吗因为那时候回答就说了嘛因为之前是台积电嘛大家都知道嘛台积电啊好包括日月光这些大厂都需要嘛好那 那才回答也是啊要加入呢抢绿电的行列嘛而且他们这个采购的金额都很高啊你看哦单一个厂商AI伺服器跟绿电的采购其实相关的硬体经济效益就千亿耶哦啊那苹果也不是小咖好那也就算了那近期呢就是这个最新啊今天对不对哦应该讲昨天啊7月1号7月1号呢哎Google也宣布跟贝莱德气候基础设施投资事业还有台湾的永新人员合作 在台湾的推动啊这个1G瓦的一个就100万瓦的太阳能资产建制案 对不对就是有有需求嘛有需求所以要加加速攻击嘛 哎呀因为包括这个Google本身他台湾资料中心刚刚提到了嘛刚刚那几家嘛大厂嘛都有需要嘛啊所以呢有需要没关系 那自己呢来来绑嘛来跟一些业者绑嘛绑定嘛对不对啊你来供应给我嘛 好这样子呢才可以加速在台湾的一个一个一个建制嘛好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题材呢又加速的今天太阳能啦 好本来在上周就转强嘛低档转强出量转强嘛啊今天呢又进一步的攻击 好所以太阳能的部分啦这一波啦当然是很强的一个族群啦 好那虽然呢以基本面来讲啊你现在是看不出个担逆来啦这能够理解啦好不好啊但是以需求来讲 好确实啦现在短线上是涌出了不少需求好那他们呢现在可以说是先炒题材断 题材断为主啦基本面没有那么快啦没有那么快啦好所以你看包括六八六九的云豹能源 这一波走的最强啊这种公式不得了对不对这感觉就是像不用钱的一样好不好一路往上攀高一路往上攀高 好这个算是这个算是标股啊算是标股啊只是啊呃没有的你要去做要追你就要留意了好这个短线的最高的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好那可是呢这个族群就像刚刚所讲的好那他们的久汉逢甘霖啊 好因为他们说真的过去两年啦这个AI的行情跟他们也没有沾到什么边了好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些呢 资料中心啊需求啊包括呢美国啊美国呢也对于这个太阳人啊或是一些的再生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好那你说台厂到底能不能够因为地缘政治中美中美切割啊那台湾呢至少啊这个能够比较在政治上让美国放心是不是能够吃到多少 说真的哦我们还没有办法实质面啦这蛮难评估啦好当然对他们来讲是一定是利多啦只是就像我讲的你说真正反应到基本面了要多久能够好不知道所以现在啊只能先以短线题材试之好啊但是题材来的对一些既期低的股票啊那个资金一涌入好哇那个跳起来都很快好所以包括这个刚刚所讲的好云暴人员是一个指标股 那另外呢像是这个6244的帽底有没有今天这个都带量啊哦这个都接近90度往上窜6443的元金也是啊元金呢还多了一个低诡卫星的题材对不对啊然后呢今天这根带量涨停了都涨停了也差不多是去年9月到现在的收盘新高啊他们都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突破啊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啊的套牢底部区啊有做一个的比较明显的突破所以从技术面来讲现在的价现在的量对他们来讲的确是酒汉甭干凌这都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的啊即便是短线潮题材啦但是呢我认为你真正做很短的人你在意的只是技术面 有没有价有没有量有没有人愿意捧场哦有那自然冲起让来就是相对的哦快活啦6477的安吉也是啊好不好这也是去年8月哦这什么一年的高点那前提是他们都站上连线他们也都站上近一年的大景线那最重要是什么我还是要回到这个题材造就的是什么人气啊各位知道吗就像我在最近在讲生技族群这一波我觉得有机会不是一样的 一日两日行情有机会走一个波段行情在于他们的量人有密集的放大懂吗那上周的这个太阳人啊还不是那么明确那只是第一波啊转强的开端但是到本周来他们的量人如果持续的放大那就比较有机会累积出一定的人气好从价从量都是如此好那代表他们的这一次啊就比较有机会走出一个比较波段的行情好只是基本面 我还是要强调没那么快跟上这是肯定的好那原本呢太阳人比较强的应该是这个2406的国术哦这个走的比较久所以呢其他的以跌生反弹为主长中短多那二四这少数了啦哈2406的国术哦这个还是属于比较长中短多那其他的呢像是这个节能啦哈这个电子子啊8069的元太哦今天是带量创性高 好所以呢从从很多的角度哈就是我们刚刚这样看过来哈就是说不管是半导体上游也好对不对AI族群也好好或者说呢一些呢第四季后下半年啦要进入一个旺季的好这个IC设计啊手机啊车电也好那我们看到了很多股票哈第一个强势股啊仍然维持高涨强势整理的居多真正强转弱的 反而少好但是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过去闷很久的这段时间啊有开始有在做一个游落转强啊急起直追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又再拉回来那就是我们前面告诉各位的好台北股市啊虽然在今天呢是小小的失落跌破了这个短天级均线但是距离没有很远那中短多的格局没有改变好那如果明后天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止跌回稳甚至从之占回短天级均线各位要知道代表什么 七月份的行情很有可能如同过去五六月份好都是在月初呢稍作震荡遭做拉回但是却是一个相对好低点的位置点是有可能再来一次好好啊但我们眼见为平嘛特别是你看到这个大盘能够呢重新收复短天级均线之上就像我讲的涨个100点五日线就有了涨个160点十日线就有了 那你就可以回维持原先的啊这个多头啊这个呃呃算什么积极操作的一个方式啊那如果没有啊明天呢是每况愈下那你还是要先保留多一点的现金好可能两成到四成那以防了如同我刚才所讲的举例的啊秦亚这样子啊掉下来月线啊那你还是有钱可以来买好因为月线通常来还是会有撑嘛啊但是撑你也有钱买啊哦那他这个是比较 比较坏的情况好那目前来讲还是义胜认为以前者为为主要啦好几率偏大好但是怎么走那我们就看明天盘事的表现好那当然呢最后呢还是要感谢各位对义胜的支持好那就是呢我们呢已经从7月1号重新开卖我们的义胜一日报好吗好那所有的优惠券也帮大家做展颜了那最最起码都有早鸟假提供给各位记得到我们可力够的官方的网站首页直接点取点取这个banner点进去 至少可以索取88则好不好这个是义胜呢也提供给所有广大的投资朋友那我们希望呢至少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西方案啊给他订阅起来那每个月才699啊而且随时可以中断好不好你如果觉得呢699你都想省起来没关系你都觉得不值得想省起来你还是随时可以中断这样好吧反正我们就是月定制嘛好吗好那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啊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那有任何问题包括我们订阅的问题那记得呢可以讲我们的这个可力够的一个官方LINE那可以呢来做一个询问啊我们来协助你们好吗好那当然我们这次重新上架问题少很多啦那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呢顺利的很快的完成订阅的动作好那感谢各位的支持好吗那我们就继续的呢希望大家可以在股市当中啊股票轻松赚人生快一活那我们盘氏地牌下次见拜拜 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今晚投顾薪资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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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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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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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